这几个美女太抠了 整整五个姐妹 竟然只点一个按摩师 着急的胖妹想第一个放松 可结果 按摩师当场嗝屁 得 这钱算是白花了 一个姐妹都没享受着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小伙计该怎么处理 几个姐妹慌得一批 一时不知道是该叫救护车 还是叫丧葬车 但肯定是不能叫紧车的 这时门铃突然响起 给几个姐妹下一机灵 啪猫眼一看 还好 是外卖小哥 金姐做贼心虚的取经外卖 胖妹立马打开吃了起来 吃得正嗨呢 寡姐电话突然响起 是她未婚夫打来的 未婚夫突然来的关心 让寡姐瞬间失去了理智 一个口无遮拦就把小伙计的事情给说了 啥 这事你都告诉我 还想不想结婚了你 还没来得及等寡姐说出后续 姐妹们紧忙抢过手机就给摔了 我说大姐 咱能不能不要这么耿直 万一你未婚夫把我们卖了怎么办 为了防止有人再说漏嘴 黑妹直接没收了大家的手机 接下来就是商量该如何处理小伙计了 黑妹表示自己有个律师叔叔 可以咨询一下 叔叔表示这种情况很难被定义成过失杀人 只要不破坏现场就没啥大事 那破坏了会怎么样呢 刚才有个外卖小哥来 我们就把尸体给挪沙发后面去了 那玩毒子了 破坏了事故现场 就成了事后重犯 起码得十年起步 啥 尸体就没办法立案 这一句话 让几个姐妹替护灌顶 商量了一番后 他们就决定将小伙计扔到海里喂鱼 未婚夫这边也不太好 因为好基友们一致认为 找小伙计并不算出轨 好基友们还一致认为 他就是个屌丝 而寡姐却是女神 本来就是他占便宜了 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原谅他啦 未婚夫也觉得有道理 可寡姐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于是未婚夫当即就决定去找他 不过寡姐在另外一个城市开婚前派对 最早的航班和火车都得明天早上了 于是未婚夫决定连夜开车前往 为了省去中途上厕所的时间 他甚至还去超市买了大量尿布湿 没想到售货员也挺实诚 未婚夫二话不说 立马又换了一款 此时姐妹们这边已经把小伙计推到了海边 突然 一束强光照亮了沙滩 原来是隔壁房东发现了他们 千军一发之际 金姐紧忙抱着小伙计啃了起来 房东两口子还以为他们在搞多人狂欢呢 那啥 我俩可以加入你们吗 真是小高拉屁股 开了眼了啊 隔半个小时前 姐妹们可能也就答应了 但现在时机明显不对 所以黑妹紧忙引走了这对开朗的夫妻 可金姐却依旧沉静其中 姐妹们喊了好几声才将她叫醒 果然还得趁热啊 他们将小伙计搬上了快艇 并对小伙计不幸离世表示真挚的哀悼 三分钟后 金姐将小伙计带到海域深处 然后一找就推了下去 再也不似亲吻时的温柔 呵 女人 无情呢 处理完小伙计后 大家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可就在准备回去的时候 胖妹突然发现 房东家竟然装了监控 这你马不玩毒子了吗 得想办法把监控录像给销毁了呀 不然特么迟早得吃上国家饭 姐妹们思考过后 一致把目光投向了黑妹 黑妹是带着任务来的 所以直接开门见山的 提出想去沙滩上玩 这样就可以让监控 记录下这一切 房东夫妇当然没的问题呀 只要你高兴 怎么都行 事后黑妹表示 想要一份录像 回去孤独了 还可以拿出来欣赏欣赏 录像 什么录像 监控录像啊 那个啊 那玩意儿不管用 坏的 回去后黑妹一阵后悔 她觉得自己不干净了 可姐妹们却说 她的牺牲是值得的 至少知道了 我们没留下证据不是吗 接着他们又开始 销毁起了屋内现场 什么血迹指纹 通通都没放过 处理完一切后 五个装着什么都没发生的姐妹 又来到了海滩拍照留恋 他们摆出最酷的姿势 发出最大声的尖叫 拍得是挺好的 只是照片里多了一个人 没错 就是被他们抛到海里的小火鸡 我尼玛 咋还没被鱼吃掉呢 没招 几人只好又将小火鸡抬了回去 姐妹们焦急不已 正商量着又该咋整了 突然又传来了敲门声 姐妹们吓坏了 有过牢狱惊艳的炸姐挺身而出 她让姐妹们躲起来 自己来应付警察 她本想三两句把警察打发走 没成想这警察竟然不走寻常路 进屋就对炸姐动手动脚 哥平时炸姐可能就配合了 可现在哪有这个心情 一倒拐子就给人放倒了 看到这一幕的姐妹们都懵了 你搞哪样这是 那个小火鸡还没处理掉 你打算又搞一句吗这是 好在这个只是晕了 他们想将警察抬走 却直接把衣服给扯烂了 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条丁字库 经过一番确认 这个假警察才是他们叫的按摩师 那被胖妹做死的那个是谁呢 众人想不出一点头绪 但也没有苦恼太久 他们发现真小火鸡开来了一辆小汽车 于是就打算把假小火鸡拖远点去处理 路上胖妹嫌炸姐开得太慢 炸姐也不是灌病的人 一脚油门就 就散架了 没招 几人又只好把车推了回去 几番折腾下来 五个塑料姐妹花彻底崩了 开始互相责怪 有人责怪胖妹太胖太即可 不然假小火鸡也不会死 有人又说不该来这里 为寡姐办婚前派对 不然就不会发生这一系列事情等等 吵到最后给寡姐都整哭了 表示要上楼独自伤心 这时 他们听到了什么声音 一番寻找发现 竟然是假小火鸡的手机 上面显示手机被定位了 而且追来的人都快到了 透过猫眼一看 来的竟然是两名警察 连证件都亮出来了 并且还亮出了死者的照片 目的很明确呀 事已至此 姐妹们也不反抗了 向警察全盘托出了事情经过 本以为这回玩独自了 却没成想事情竟然还有反转 警察表示此人是个抢劫犯 白天他刚抢了一个珠宝店 并且杀了一名保安 所以他们不但没罪 还特么立功了呢 听到这话 醋料姐妹们都乐坏了 瞬间又变成了好闺蜜 炸姐紧忙上楼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寡姐 但寡姐在洗澡 并没听到她的声音 也幸亏寡姐没有听到 因为警察问他们 知不知道倒霉男把珠宝藏在哪的时候 电视上正好播放起了珠宝抢劫案 抢劫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三个 而另外两个 正是这俩警察 得 这俩警察也是假的 劫肥眼瞅着身份暴露 索性也不装了 直接把他们全绑了起来 包括刚醒来的那个小火鸡 逼问他们珠宝的下落 洗完澡的寡姐看到了这一幕 见有个劫匪要上楼寻找 寡姐紧忙躲进了屋子 打算来个守住带兔 等劫匪开门进屋 他一瓶发胶就蒙蔽了劫匪的双眼 然后迅速捡起枪枪 拿出了一副兴趣手铐 让他自己个儿犒上 完了就要出来对付楼下那个 奈何自己枪法不好 瞄半天都瞄不准 没招 寡姐直接一个泰山压顶跳了下去 虽然寡姐是个女人 但战斗力丝毫不输男人 三两下就放倒了劫匪 可就在他准备给姐妹们松绑时 厕所的那个劫匪突然又杀了出来 大哥很愤怒 说要将他们全部杀掉 就在关键时刻 一辆汽车突然破窗而入 直接让他当场领了盒饭 开车的不是别人 正是穿着纸尿裤赶来原谅寡姐的未婚夫 未婚夫开了一夜的车 直接困得倒了过去 寡姐紧忙上前查看 并向他解释了一切 未婚夫本就时抱着原谅的心态来的 听到剧情还有反转 那就更开心了 最后两人如期举行了婚礼 过上了没修没造的幸福生活